我是宜佩 落实永续 由你我做起 POP有够近 生活有心意 3月3号星期天早上9点钟 欢迎收听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聊到大家最近都很崩溃的事情 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就觉得 一年就是人生当中 一定要有一次到日本去追樱花 我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 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 什么大鱼岭啊 然后什么何欢山啊 不是到处都是樱花吗 你家后山也有很多樱花 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去日本 追什么吉野樱呢 然后我朋友就说 不是啊 那就是一种 日本一奇一会的一种浪漫 好啦 现在浪漫是不是都凋谢了 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呢 樱花根本就不知道 根本就不是4月好不好 今年的樱花 这是傻爆眼 2月开完 大家看到新闻 我朋友超崩溃 他说他带着全家大小 还有他的爸妈 要去日本赏樱花 而且原本樱花 大概都是4月份 4月初的时候会开嘛 那樱花开就是开一天 然后可能就凋谢 所以樱花就是稍重即逝 所以大家才会说 要去追樱花 结果他就说 他很聪明 他说他今年 已经有猜到是暖冬 所以他把他的机票呢 从4月份一直挪 就是挪到了3月 没想到 还是不敌暖暖冬 今年的冬天实在太过暖了 所以在日本的花 根本就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什么季节 我自己在日本北海道的时候 竟然看到了新闻说 东京已经有一些樱花 已经开完了耶 还有我朋友 明明就是去东京玩的人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说 在东京可以看到樱花盛开 没想到 因此就是又没有那么 没有像4月份那么 这么爆炸归 因为他已经是年后的时间去了 结果没想到 因此赚到赏到樱花 那你知道我身边那个朋友 已经改了两次机票 他说已经不能再改了 然后他就说 我不知道要去日本干嘛 我说那就去改个新境 就去泡汤啊 然后他就说 泡汤不是什么季节都可以去吗 而且泡汤如果我是5月去 或是6月去的话 比较便宜啊 可是我现在去就很贵嘛 我说那就这样啊 这就是Cela V 这就是人生 就是日本的樱花不等人 就一起一会嘛 好 那我们要来讲 那个韩国呢 大家都知道金士正 对 呃 演员跟solo歌手的金士正 其实发表过一首歌 叫做花露flower way 那里面有歌词是这样写 叫做看看这里 正美丽的绽放者 即使凋零飘落在地 人会让你走在花露之上 所以其实呃 那阵子啊 就是有很多在追 韩国选秀节目 或是韩国热播网剧的话 大家都会听到 一直走花露巴 诶 大家真的了解 叫做什么 叫做一直走花露巴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祝福对方 以后都很顺利 只发生好的事情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诶 我觉得把韩国跟日本 两个都综合在一起讲 我觉得有意思 就比如说 金士正 说一直走花露巴 就是祝福对方 一直都往好的地方前进 然后只发生好的事 就像日本的樱花 虽然稍纵即逝 可是我们就只在乎 因为樱花的绽放 它从来不为谁 它就是为了 它自己绽放 它就即使是隔天凋零 它今天还是很努力的绽放 就是为什么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就是这样子的精神 然后我就问 我的日本先生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日本人 那么喜欢就是坐在 他们有那种赏樱花的 那种微微休假 就是下午的时候 就会带那种地墊 有没有 譬如说到上野公园 去铺 然后就有一群人 坐在那边 然后带清酒 或是喜欢的酒 跟小点心 羊羹 去那边泡茶 或是picnic 然后就是享受那种 樱花雨的感觉 我就说为什么 他就说 因为四月份 对于日本人来说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季节 原因是 我们的四月份 都是在放什么 清明节廉价 或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九月是入学 日本是四月是入学 我记得没错的话 日本四月是入学 好 我待会儿再帮你们查一下 日本四月份是入学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四月是一个结束 跟开始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季节 所以就是 日本有一首歌 就是清水祥太唱的 叫做银花 意思就是说 里面在唱的是说 过去青春的那个年代 我曾经谈过的恋爱 牵的那只手 也许在当下 我跟他承诺了永远 但是在几年之后 我发现我们 其实各奔东西 但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就记得 当下的美好就好 就如同金事正在讲的 我们要享受 这美丽绽放者 即使凋零飘落在地 你未来也要走在滑路之上 结果日本到底是不是 有 学年是在四月开始 然后在隔年的三月结束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三月份 日本人面临了一个 你跟同学或是你跟 那个时候交往的对象 你就是你可能要各奔东西 我是高中毕业之后 你念东西的学校 我念大阪的学校 我们可能就各自 谈不一样的恋爱 然后我们四月份 就要再开始一个新的学习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享受当下的美好 好 我们待会要邀请到这位来宾 跟我们的花也息息相关 我们新北有很厉害的花 可以赏哦 我们待会请 新北市农业局林务科的 江翔维科长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新北有很多漂亮的杜鹃花 讲到这里 我们是不是就要听一下 金世珍的课题 花路flower way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在一起 好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今天是我们 生活有心意的单元 其实在台湾的听众朋友 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们一年四季 都有各种不同的花 可以赏 其实去年到今年 大家就想说 台湾到底是暖冬 还是冷冬 弄到花都搞不清楚 它到底是现在要开花 还是要晚一点开花 还是要什么时候开花 但是不用担心 无论什么时候开花 其实在我们台湾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棒 非常非常漂亮的花朵 有一种花哦 其实我小时候看不懂 现在好像渐渐懂 后来发现 为什么到处都是有种这样的花 尤其在新北又特别多 叫做杜鹃花 其实杜鹃花必须说 品种好像真的非常多 我小时候看到杜鹃 就是好像是桃红色的 然后也有点在戴紫红色的 然后现在杜鹃花 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我们今天 我说了不准 我说了不算 因为我不是专家 我们今天邀请专家 来跟大家分享 尤其在新北 大家要去赏花的时候 要去哪里赏呢 可以赏什么花呢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 新北市农业局林务科的 张祥为科长 科长早安 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来科长 因为这个新北腹地很大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赏花 我们今天来聊什么花呢 今天主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杜鹃花 杜鹃花 是的 那个杜鹃花好像 在台湾 算是台湾的特有品种 还是说其实全世界都有啊 全世界都有 这个品种在全世界都有 那台湾有台湾的特有种 尤其是原生杜鹃的部分 比如说乌来杜鹃 就是其中的一种 所以有原生杜鹃在乌来杜鹃 它会长得比较不一样吗 基本上杜鹃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您提到 其实杜鹃花的品种 其实都是在几乎都是在春天的时候开 了解 那它的花都是红色系为主 那红色系的部分 其实大家的印象就是 除了刚刚您提到的红色的花朵之外 那刚好 因为盛开的时间 刚好是我们北部在播种 就是种到的时间 刚好相吻合 然后所以我们又叫杜鹃花 叫做播田花 播田花 对就是农民在播稻米的时候 种到的时候 刚好是杜鹃花盛开的期间 哦了解 所以播田花的这个名字 其实是源自于这样是不是 对 那你叫播田花 现在是比较资深的听众 就会听得懂 因为现在年轻人一定听不懂 什么叫播田花 来帮我们上上课 OK 但是我现在介绍一个名称 大家应该都听得懂 就是那春天盛开的杜鹃花 都是满坑满谷嘛 对 所以又有满山红跟硬山红之称 哦 这个大家应该就非常非常的有 有有印象 满山红或者是硬山红 就是在讲杜鹃花 没错 了解 那杜鹃花它其实是很好长 还是什么 因为你知道 我妈是植物杀手 她不管种什么花 像沙漠玫瑰种一种 哎 人家都沙漠玫瑰 她还可以把沙漠玫瑰给种死 我说 哎 你要去种 你就要种杜鹃花 因为杜鹃花感觉 好像比较好生长 比较不容易死掉 所以其实 其实在杜鹃花 这在 就是在春季开的花 可是事实上 其实一年四季 是不是都可以看到杜鹃花的生意 主持人说的没错 那一年四季 因为它的品种不同 对 所以它的花期开 也会有不同的品种在开 那其实杜鹃花 对一般民众来讲 可能印象比较深刻 都是我们用在公园啊 道路 或者是建筑 美化的时候 是使用杜鹃 或者是在那个 叫什么 分隔岛 有时候是有种一些矮的树 那有时候是会种一些杜鹃在上面 然后就会觉得 开了那种桃红色 或是偏红色系的花 看起来很喜气 没错 没错 那它是属于户外的植物 那就不建议 如果民众要 一般要种植的话 就不建议在家里种 了解 要一个户外 你在家种也必须要有阳台 就是要有全日照 对不对 它才会活 好妈妈 你有说到吗 不要再把沙漠玫瑰种死了 好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杜鹃 其实我们要focus在万金 什么叫做2024万金杜鹃花开落子 其实是有个展览是吗 是的 那其实我们会推 在新北 在万里金山地区 主要一开始是 有一批花农 在默默的致力 在杜鹃花苗的培育 已经有半世纪之久 所以培育的杜鹃花苗 可以说是全台最多 品质最佳 种类最齐全 那目前培育出来的杜鹃花 有300多种品系 这么多 是的 然后年产量有600万株 很厉害耶 那全台八成以上都是有万 金山万里地区提供的杜鹃花 意思就是说现在全台湾各地 其实有看到杜鹃花大部分八成以上 都是从金山万里这边出去的 没错没错 它的年产值超过一亿元 很厉害很厉害 那站在市府的角度 就是希望能够把杜鹃这个品牌 尤其是万里杜鹃 万里跟金山的杜鹃 我们称为万金杜鹃这个品牌 能够把它做得更 让民众可以更了解 其实在新北杜鹃这个产业 其实是有它的发展性 了解 我想请教科长 因为科长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提到是乌来杜鹃 乌来杜鹃等于像是台湾的原生种 那万金杜鹃你们会想要是打造 不是同一 不是某一种花种而是一个品牌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它的品牌其实万里跟金山地区的杜鹃品种来讲 其他有非常多种 那比较我们比较熟悉的像 品户杜鹃 高月杜鹃 西洋杜鹃 九流米杜鹃 还有台湾原生种杜鹃 其实这些都是杜鹃的一个统称 那其实这些花农厉害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透过不同品种的配 然后配种可以配出非常非常多样性的一种颜色出来 我觉得台湾不管是花农还是果农都太厉害了 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就吃的那个凤梨很刮舌头 后来就什么牛奶凤梨 什么苹果凤梨 有的没的凤梨 然后蜜干对不对 现在是冬天是蜜干的季节 果农也很厉害 现在是什么日本你看到什么什么品种的蜜干 什么茂骨干 什么什么干的 全部都有 而且我们就是越种越厉害 所以其实我们无论是花农还是果农 台湾在接种啊 跟嫁接的部分 然后还有让它mix 跟让它交配 台湾太强了 真的 花农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他们有这个技术 那身为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的角色 就是帮农民把这个品牌打响 所以我们四年前开始推动万金杜鹃这个品牌 那从去年其实大家应该也耳熟能详 我们有邀请到育有新东方花艺美学大师 CM Flower的创办人 CM Flower很厉害 对对对 那去年我们就是以移动花聚落为主题 那由农友提供16辆的农用车辆 渔会提供两艘渔船打造一个跟艺术家结合打造一个花车跟花船 然后打造一个国际级的杜鹃花展 那其实我们去年在国际餐长上也非常有掌握 总共获得五项的国际大奖 特别是澳洲雪梨的金奖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是说我们弄花 然后把那个花弄成一个展览 然后还在澳洲得到的奖项 对因为我们是整个品牌推动上 然后从无到有 然后从在万里马树西这边开始推动 然后从整个品牌的建立 然后我们就把整个故事 然后去参加国际的一些大奖 就是如同我刚刚说的 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CN博物在台湾很有名 而且他们的美学概念 跟他们的美学素养 我觉得都很棒 像我们自己在送礼的话 有时候想要送盆栽或是什么的 其实有时候到表较公司去看 就是CN就是会很吸睛一眼 就他们很会用不同的花件跟取材跟花材 把它弄得非常有质感 然后杜鹃是红色系嘛 或是桃红色系 如果加一些绿色的这个植物进来的话 其实搭配起来是非常的优雅 非常好看 所以这是从去年就开始跟CN合作 对去年第一次跟林仲勇老师合作 那我们今年还是邀请林仲勇老师 继续来担任我们花展一个总顾问 因为拿到金奖对不对 而且民众大家可能就是口碑又很好 所以今年继续合作继续续约 那今年呢 今年要怎么样去推动万金杜鹃 今年呢我们会在万里的运动公园 这边会推出一个以温室为元素打造的一个设计展 那这边 温室 对 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杜鹃花的整个培育的过程 都是花农的温室里面培养出来的 那我们这一次把透过这次策展 从农民的苗圃 把整个温室拉到整个万里运动公园的展区去 让民众更了解 那这一次也要跟主持人还有跟各位听众报告是说 这一次我们还特别邀请了知名的设计师 譬如说蒋雅琪 CQ的杜主叶先生 是 柏城设计邱博文 对 小亨利木工王宏恩 然后陆陆野生活的颜绍安 是 然后洗漱设计师家校 娱乐空间的吕明志 还有清晨设计郭侠义等12位 在各领域都非常的佼佼着加入 是 整个温室设计的一个策展 了解 所以意思就是把这个温室 原本在温室 然后直接搬到这个展区 让民众更加了解我们的杜鹃是怎么样去培育 然后怎么样在温室里面发展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项大工程 没有错 所以今年除了刚刚我跟各位报告 除了刚刚在策展场域有布展之外 那我们今年还特别有四组的作品 太好了 放在花农的场域 就是他自己的苗圃 所以不仅仅是在万里的运动公园展出 也欢迎民众可以到花农的苗圃 亲自去看看 农民在培育整个杜鹃花 整个过程 等于算是把这个展区给扩大 有四个不同的作品 会在农民的苗圃里面 没错 那我们待会儿就要来深入来了解一下 如果真的很想去看一下这个苗圃 或是很想要看这个展览 有没有什么亮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请科长来告诉大家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杜鹃花 而且是万金杜鹃 好今天很开心 在现场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农业局林务科的张祥为科长 科长我们刚刚有聊到2024万金杜鹃花开落子 其实这个展览一直从2月22号到3月10号 其实长达半个月的展期 其实算蛮长的 对 那我们这一次的展期当然是配合年纪 还有当然最主要是杜鹃花开的花期 如同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有提到暖冬 所以我们今年的花展展期 依照我们跟专业花农的讨论 我们认为2月22号开展是最棒的时间点 所以其实是有经过讨论过才设计了这个时间 没错 所以暖冬的话 这样杜鹃花就会比较早开了 对没有错 那当然因为就是刚刚上一阶段 我有特别介绍花农的技术都非常好 他们透过温室的控制 温度的控制 也可以在可以等于是说 可以让杜鹃花开的时间 也可以稍微可以调节 我觉得其实花农还有什么 就是平常在从事农业的一些农家们 其实很厉害 尤其是有时候我们 像我自己这城市长大 我就是那种城市手 搞不清楚 有时候出外景的时候 就想说开到那个道路上 为什么那个道路的灯要往哪个地方照 然后或者是某一条道路 全部灯都要关起来 疑问才知道说是因为农作物的关系 他要让它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 或者是说要创造出 那是它必须要生长的时间等等的 用灯光或者是用温度来控制 其实花跟植物都是可以被控制的 没有错 不过主持人您太客气了 其实我们 我也是台北长大的小孩 但是我说我是台北手 你应该不是 您都科长了 农业局您的专业好吗 其实接触了以后 大家都会是专家 了解了解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次的展场 除了这个西津的杜鹃的温室花艺作品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亮点 有 那今年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在我们万里的观光公园的这个场域 那去年在林仲永老师 其实已经有打造 透过在地的植物 光景石 跟绵延不断的山泉水 打造流铺湿地 以及永万金的喷泉 那今年我们特别邀请到 李三的主理人 沈映仁老师 是 跟艺兰芳华 造亭师 陈元庆老师 我们希望在永万金 杜鹃花园的旁边 用日式造景的手法 打造延伸另外一座杜鹃公园 我们称之为印山园 那重新诠释杜鹃 可以在庭园造景的一个可能性 那我们都知道 李三所打造的印山园 那当然取名来自于杜鹃的别称印山红 就是同我刚刚介绍的 那当然也可以呼应 当地非常非常知名的万里情 月老庙 那希望能够来看 万金杜鹃的民众 都可以有好园的一个寓意 那园内的整个展示 除了刚刚有跟造景之外 当然有包含黑松 樱花 流书 白日红等赤灾 可以让整体的杜鹃 策展的一个景观的一个层次感 可以提高 了解 那其实刚刚也有提到说 除了那个造景可以看之外 是不是在农民的苗圃前面 也会有作品可以看 没有错 就是我刚刚有跟听众报告 就是说有四组会是在 花农的苗圃里面去呈现 那因为这个部分总共有四组会在 花农的苗圃 那有两个是在万里 两个在金山 对 那我们要透过什么方式可以查得到 因为民众可能想赏花 然后就想说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很有意思 就是说春天 我们就要走春嘛 我们走春这两个是到底是怎么来 应该就是 我不知道我每一年我妈都问我说 要不要去走春 就是要去赏花的意思 然后赏花就觉得心情好 然后其实我们春季就已经到了 大家会有一种大地复苏的一种景象 所以就是走春就会招来好运啊 然后多看看花其实心情也会好啊 没有错 因为冬季天气冷 大家可能窝在家里久了 那春天刚好是春暖化开的世界 那大家趁着这个时间出来走一走 心情会好 看到美丽的事物 也会非常的觉得很幸福 了解 除了这个展之外 四个农民的苗圃前面那个作品 我们可以上农业局可以查得到吗 可以 我们在农业局的网站 包含我们自己的农业局的脸书 假日时光脸书 都会有相关的讯息 欢迎民众都可以上网 或者是直接来跟我们做一个了解 了解 然后呢 在资料里面还有看到一个 我没有去过的地方 叫做马链运动公园 马链运动公园 就是在这次的展区里面吗 这个应该是马树 马树运动公园 等一下 这个是马树是不是 你看 我对这个公园多么不熟悉 为什么要取名叫马树 是不是跟原住民话有关吗 还是 应该没有 因为它那条溪流就是马树溪 在哪里啊 马树溪在万里 在万里 对对对 我家住暖暖 其实住离万里也没有很远 很近很近 对啊 为什么我就不认识马树溪 因为大家知道马树溪 应该是在出海口那边 有万里屑 你说到万里屑 大家就知道了 没错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自己是在努力 要把万金兔圈这个品牌打响 那我们这四年的策展的场域都是在马树溪的沿岸 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是说 观光公园这部分就如同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 就是我们会在观光公园这边做造景 田园式的造景 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展出 就是把去年的永万金的移动花肌肉的概念 然后用田园造景的方式 把今年的策展的元素花开落子 这个意象让大家更了解 而且你知道以往啊 我们在赏花的时候都是白天去嘛 就觉得傍晚以后就不能赏花 今年是不是你们还弄了一个夜间 夜间赏花是什么情况啊 因为你知道我去日本 然后看到那种什么夜间赏鹰啊 我都看不清楚 想说它到底是白色还是粉色还是什么色 但是杜鹃的颜色比樱花还要红很多 所以你们夜间用什么样的照明 主持人讲到今年我们策展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吸引民众来赏花的一个元素 就是因为马树溪的观光公园跟运动公园有一段距离 那他们之间是用步道来做一个连结 那步道的部分就同我刚刚有 说明就是说我们会在步道上去植栽杜鹃 台湾百合金花石蒜还有长红木 那我们会在周边的走道上会利用灯光 会设置夜间灯视 然后会照亮马树溪 就是用灯光这个元素让大家不只是走道上可以比较明视 另外我们也会把万金杜鹃这个logo直接打在马树溪上 你的意思是说有点类似像放烟火然后喷上去就是一个杜鹃那个样子 然后你们现在用灯光把那个杜鹃的异象然后照在溪上面 没错没错 我以为是用灯光去照那个杜鹃 我想说晚上要赏杜鹃原来是直接把那个杜鹃花的那个花的形状 异象然后直接打在马树溪上面 没错没错 那我们是开车还是走路就可以看到呢 我是建议走路 对啊我们跟讲节能减碳好不好 SDGS 大家永续生活ESG很重要好不好 对因为两个公园走路的步层大概10到15分钟 那还好啦就夜间散步 而且都那个春天也没那么冷了 是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从马树溪到那个公园的这中间 我们可以走10到15分钟 然后走过去那边 对 所以这样整个夜间照明会到几点 是我们万金杜鹃夜间策展的时间是到晚上8点 其实可以散步 你吃饱饭也出来可以散散步 好了解 那这一次的花期 我们刚刚有讲了是2月22号 然后一直到3月10号 然后呢听说除了有花可以赏之外 然后还有一些演奏会啊 然后DIY的手作也有在那边是吗 没错没错 我们在花展期间的历假日 我们会安排音乐演奏 然后DIY 然后我们也会设置餐车 然后另外也配合整个策展的期间 我们也跟金杉地创团队金杉漫游合作 我们也会推出杜鹃农游的行程 那其实民众上午来看完花展 那下午可以自由挑选农游体验的行程 如果比如说到杜鹃农场去走一走啊 走访鱼鹿古道啊 鱼鹿古道在哪里啊 鱼鹿古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部山景 一个部道 好的 那其实这故事 我简单来讲 其实这是有一个渊源啊 其实当年早些金杉跟万里地区 都是把渔货透过渔路古道走到台北的士林 或者是北投去卖 那其实当时整个万金杜鹃会开端 就是因为当时的渔民 借由这样子的走动 在阳明山看到非常美丽的土鹃花 所以他们从阳明山上摘下来 在万金杉万里这边开始种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所以意思是说 杜鹃会这样子被散步 其实是从阳明山上摘下来 然后因为那时候就要走那一条路 然后去卖鱼货 然后就觉得沿路看到 哇 杜鹃好漂亮 然后栽来栽种 所以万金杜鹃其实是从 那个种是从阳明山来的 对 可以这么说 很酷耶 对啊 其实也是算 柯长你应该多讲讲故事啊 因为你知道 然后现在年轻人或者是 甚至是我都不会了解的故事 因为那是其实蛮古老以前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故事 对 这就是让我们感动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在一直自立 在推动万金杜鹃这个品牌 就是希望从一开始 有原始 刚刚我分享这个故事 到现在整个经济起飞 然后我们在帮助花农这块 已经不只是打造它 杜鹃花全年经济之外 我们希望把万金杜鹃这个品牌打响 创造一个产业的契机 能够推向国际 了解 其实现在去万里跟金杨 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吃跟玩 我前阵子去 那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万里嘛 就是法谷山算万里地区 还是金杉地区 算金杉 算金杉 反正就是万里 金杉就是在旁边嘛 那边其实沿街 譬如说你下来之后 你还可以去泡泡汤啊 因为金杉有很多汤可以泡 而且金杉汤也泡起来蛮舒服 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补充这一点 好 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在请新北市农业局领悟科的 张翔为科长 科长帮我们补充一下 其实我们在聊这一次的 金杉万里的杜鹃花 大家今年一定要去赏赏之外呢 其实金杉跟万里 有很多很厉害的农产品 还有很多很厉害的景点 大家都可以一并去 对不对 没错 简要来说 其实除了刚刚我一直在宣导的 万金杜鹃的策展活动之外 那其实我们延伸出去 早上还可以请大家到 著名美术馆 去欣赏著名大师的雕刻作品 那中午可以到金杉老街 去走一走逛一逛 可以吃吃金杉鸭肉啦 那下午可以到金杉清水农地 去看一看丰富的生态景观 或者是到金杉旺旺地瓜园 来个农村的体验 还可以到石头山公园 饱览特殊的海岸地址的景观 当然晚餐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到野流的海鲜餐厅 或者是我们农业局 一直在推龟猴渔港 农富士气 那海鲜一条街 那些品尝美味的海鲜料理 嗯了解 一定要来 诶科长既然你今天来 又是代表农业局的 我想要请问一下 为什么金杉的地瓜 又便宜又好吃 因为我家住暖暖 其实离金杉就是一条龙 其实蛮近的嘛 就是北海岸这个附近 每次去 我妈就到金杉那边 我就说你怎样是 来金杉就要打卡是不是 第一个要吃金杉鸭肉 第二个一定要买一袋 50块的地瓜回去 而且金杉的地瓜品种 吃起来又松又软 然后到底为什么 这个地方很适合种地瓜 因为金杉 它有得天独厚的土壤 跟海风 是因为土壤关系 对跟海风 所以它的整个 非常适合种甘薯这个产品 那它的土壤 偏向比较松动 比较我们沙土式的 沙土的 然后海风的吹佛 可以让整个地瓜 可以让它的风味 可以更甜美 那我们在推动 整个金杉甘薯 也是透过有机的种植 所以这个是吃起来 非常非常的健康 这也是我们新北市政府 农业局一直在推的健康三宝 那其中一宝就是金杉甘薯 其实我觉得金杉甘薯 大家如果要深入去了解 刚好今天科长来 我们就来科普一下 到底红肉地瓜 黄肉地瓜 还有现在有出什么 紫辛地瓜 这是还有什么台农57 什么几号几号 我真的分不懂 每次摆在那边 我就是分不出来 来科长 科长这您可以帮我们上上 一起小小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应该是这么讲 当然是因为品种的不同 那您刚刚有提到台农57 那个就是根据甜度的部分 这是甜度 我这样讲出来是很专业 台农57 它是跟甜度有差异 会有不同的品种 那其实站在农业局的地场 因为金杉甘薯的部分 因为它都是属于红辛的地瓜 黄辛也有 但是金杉甘薯是红辛地瓜 比较多一点 对 那因为刚刚 它的特殊的地形 跟海风的吹拂 对 可以造就它种甘薯的一个 天然的地理环境 但是也是因为环境的关系 所以它的甘薯比较 并没有像中南部的这么大 所以它的骨食更密实 甜度会更高 其实我喜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讲求 说要吃的健康 你说中南部 我不是说不好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瓜太大 有时候我们是早上 要蒸一条小地瓜 女生早上没办法吃 你知道地瓜很饱的 然后我们要去蒸一个地瓜 或是 譬如说要地瓜打牛奶 或是地瓜打豆浆之类 其实都还蛮健康 但是你说它蒸一条 这么大的地瓜 我就觉得 要切一半吗 那其实它要怎么保存 我们就觉得很两难 金山地瓜的好处在于 它小小的 然后它很觅食 无论你是要直接烤来吃 你要蒸来吃 你要直接那种 就是蒸完了之后 打果汁来吃 我觉得它的甜度 跟觅食度都很棒 没错 非常适合都会型的 目前的消费的习惯 你看科长一开始聊花 我聊着聊着 你就做我多爱吃 就最后收尾就是在吃 总之就是金山跟万里 在2024年的万金杜鹃 2月22号到3月10号 绝美登场 有得过 去年有得过金奖旗 国际级的 大家去欣赏一下 今天也非常谢谢 新美市农业渠零物科的 张翔伟科长 谢谢科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好听完了科长分享杜鹃花 其实无论是国内的花 国外的花 其实长起来都很漂亮 还有一个地方 我自己很想去 我每次邀请这位来宾来的时候 我都是羡慕嫉妒恨 那当然他因为 他自己的身份的关系 还有 他当然也有很多厂商招待关系 还有他自己很爱玩的关系 他又去了纽西兰 怎么可以 好不好 这位就是我们本节目的好朋友 机票打人布莱恩 他除了在他自己FB分享机票 有便宜的机票之外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之外 他又去了纽西兰 而且听说他这次去纽西兰 还蛮长一段时间 有很多心得要跟大家分享 广告之后 我们10点钟 继续请到布莱恩 来跟大家分享纽西兰之旅 POP RADIO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 让生活有新意 落实永续